大家好,这里是双肩论股 我们来看看这个蚂蚁居 蚂蚁居是我双肩论股里面的一位会员所问的股 如果你也是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我的channel里面按这个joysbutton 参加会员,只需要请我喝杯咖啡 这蚂蚁居 其实一向都是有跟踪的 那时候的视频就说它是这个双肩 然后这边突破的时候 呃,是一个马路讯号 点上去,回来的时候 这个 是一个加肠的讯号 呀 呃 那时候预测试说它 有没有机会突破这个呢 这个不知道 这个时候 这个就是过去 几个视频讲MG的时候 都是这样子 这个分析的 有兴趣的朋友 记得看回去 呃,以前的视频 这样呢,你才知道 整个不是 啊,不要只是听一个不听一个啊 这样害让你输钱就不好意思 呃,老实说这个股呢 我是有留意啦 但是就 那时候就想 买在这个位置 这个加肠的时候 最后没有买到 主要是因为 那时候是没有确认信号 呀 所以现在 文如何在马后炮了 它就弹上去了 呀,这个 是一点可惜吧 这样子讲好不好 而且那时候也是一点残心 想买在更低的位置 文如何 它已经是形成这个 WT的这个形态 弹上去 而且现在更厉害是说 它也突破了这个前高 突破了这个 呃 200天均线 啊 所以这个是 马路信号 就是加 这个是 呃 一个更加安全的 马路信号 这个突破这个前高的 其实是一个 加仓的机会呀 或者是说一个 add-on的机会 再 突破这个200天均线 呃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 去加仓的 呀 突破之后 200天均线 你可以看到了 这边就是它 全部的支撑盘 呃 呀 无论如何 如果是 没有买到也没办法啦 这样我们就继续跟进 这样如果你之前 你现在已经 如果之前已经 马路的 当然这个时候 就不要随便买出去 继续等待 看一下它 其实有这个回调的讯号 它的这个 阻力线 很明显的 就是这个 这条 0.96 这是 这个 头码峰 是0.96 现在0.91 0.96 大概是相差 五分钱 这个所以 这个时候 也不要随便去追啦 因为如果你要 你应该在之前 最迟最迟 也是要在这个200天均线 突破手码路的 现在已经是过了一两天 呃 有点迟啦 然后这个阻力线是 0.96 如果要追的话 就等它突破 0.96 再决定吧 呃 现在这个0.96呢 老实说呢 它要突破 我觉得是有机会 是机会是蛮高的 为什么呢 是因为 这边 这边 这个呢 都是它这个 支撑盘 而顶上这边呢 是它的这个 套牢盘 套牢盘呢 是比这个支撑盘是少的 啊 然后又有这个什么 啊 大选的这个 消息 卖盘 卖益 多多少少呢 都是有一些 都是有一些是政治因素的 所以 0.96 我觉得是 有 蛮高的机会突破的 但是 同样的 我是讲了几百次 一定要等到有 确认讯号 虽然我觉得是有 突破 但是 跌飞的机会也是 相当的 所以 一定要等到有 确认讯号 0.96 就是它的这个 主力线 筹码风这个挡住路 这边 你看这边 这些黑线啊 也是有在这边 挡住路这边 OK 这个就是 蚂蚁居 总之而言呢 就有点 失去一些机会 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机会吧 但是如果你有买到的话 就恭喜你咯 这个是机会 这种 这种形态是个非常漂亮的形态 突破新高 你看 嗯 主力线是0.96 就不要随便去追了 OK 这个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